亲爱的朋友 你一定会觉得这个题目好奇怪 为什么信徒的儿女信二代是幸运的 圣经新约《师徒行传》记载 那保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聚会 因为他隔天就要离开 所以那个聚会非常的长 然后圣经说他讲到半夜 很难想象 而且说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的灯烛 所以你会想到的就是油灯 而且又热又闷热又是空气不流通 有一个少年人他叫油推骨 坐在窗台上面 他困倦沉睡 我们怎么能够怪他呢 这么晚了 而且这个环境又不好 保罗讲了多时 这个少年人熟睡了 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被扶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保罗跟其他的会友一起下去 扶扶在他身上抱着他 保罗竟然说你们不要发慌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他就上去继续聚会 波饼一直到天亮才结束离开 有人把那个童子活活地领来 大家都得了安慰 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 保罗他怎么样 是一个人死里复活 就接着先知以利亚 以利沙 耶稣 还有彼得 这是另外一个信徒的孩子 被得救复活 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 我想有很多的家长绝对不是这样子 他们一定会说这是谁的责任 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可是我们又怎么样 来不让我们的孩子对教会 对信仰失去兴趣 甚至从信仰流失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我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里面 他给了这一些答案 怎么样来避免 不要讲到讲得太长 一定要让房间通风良好 一定要不要这个要靠近窗上 可是一定要做到安全的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在讲道的时候提供茶水 要小吃 接着要生动 要怎么样使这个信息内容能够吸引人 不要太太多沉血 而且不要超过二十分三十分钟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观察到教会里面 不但是有大人在打瞌睡 年轻人也好像他们一点都不专心 更严重的事情 那就是报告接着报告告诉我们 几乎70%的信徒的第二代 他们放弃了信仰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 其实信徒的第二代都在流失 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共同的现象 那就是小孩子很多 可是每一次升到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人数就越来越少 你就看看教会里面也是如此 进大学 孩子离开家独立的时候 这也是信仰流失最大的一个时段 当然在大学的事工有人参加 但是很多的这一些在大学里面是热心的 一旦他们进入的社会也停止聚会 所以我要说的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信仰的流失 可是我们怎么样特别是做父母亲的 我们怎么能够参与 然后关心 这一个我们还刚刚在我们的照顾 关心之下的 有许多的报告 他讲到年轻人23岁到30岁 也就是刚刚离开家之后 他们说他们停止了聚会 这些孩子们是在中学的时候 他们至少都有参加聚会一年以上 所以的确是离开家之后 这些年轻人就放弃了信仰 或者是停止参加聚会 他们说的给了五个大的理由 最主要的是讲说 他们上了大学以后就停止聚会 许多时候他们就说他们太忙 其中也有不少的 说他们不喜欢教会 他们觉得教会里面的人是虚假 而且他跟教会的会友 没有什么好谈的 没有沟通 甚至他们不赞同教会 在政治社会上的等等的立场 没有错 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是有说不出来的理由 他就说我太忙了 或者是没有时间 可是这一些我们是否有注意到 你知道当他们去做调查的时候 问这一些负责青少年的牧者或者是同工们 他们说为什么你在你的青少年事工有什么样的挑战 他们竟然说年轻人太忙 是几乎90%这些牧者们给的最主要的理由 你看到没有 父母亲他们任务 他们让孩子他们的时间表填得满满的 教会他们信仰 他们却没有摆在优先 同时这一些青少年的事工的牧者他们也说 41%的他们说 家长们不关心孩子的灵敏 怎么会这样子呢 教会好不容易请了这样 这种专门的人来关心孩子 可是父母亲却没有兴趣 当然还有的是家庭的魄力 你看见 不是只是孩子们失去了兴趣 连家长也不关心 同时教会也有责任 青少年事工那些牧者们他们也说 只有1%的教会真正的认为 青少年事工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认为是很重要或者是相当重要 意思就是并不是最重要的 你看见 教会要负责任 家长要负责任 同时青少年 我们的那些信仰流失的人 他自己要负责任 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调查里面又讲 只有1%的家长真正的关心 他的孩子有同样的信仰 甚至只有17%的认为这个有信仰是跟父母亲有共同的信仰 这是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 只有还不到5个家长里面 我们会把孩子的信仰放作我所关心的优先 这是不是你我所面对的情况呢 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